这次太岁的数量大概多少只 距离到达朱雀城还要多久 报告团长 据前方棺材人员报告 目前太岁已抵达朱雀森林 数量约三千只 预计一小时内便可抵达朱雀城 数量比预估多一倍 时间上还要提前一天 总部的情报还是这么不靠谱 团长 团长 嘈杂的作战是种 团长看着作战沙盘满脸愁容 参谋大雪 则一言不发 还有 总部派遣的侠寿师到了吗 按照预定行程 昨天就该到了 但至今未受到消息 而且本次派遣支援的侠寿师名声 有些不好 听说是个肆意妄为的家伙 时常做出一些迷之操作 我看这些狭手师没几个正常的 总部就不能派点正常的家伙 长官都分手了 请你自重 船长迅速抽开手闪开 开始转移话题 很快 团长宣布 通知各级部门 启动战时刑弹 是 最后 整个城市拉响了红色警报 警报 警报 请市民们立刻避难 这不是演习 这不是演习 城市的核心启动即来 炙热的蒸气 弥漫在城市中 轰隆声转 城墙盘折起来 不是 朱雀城瞬间化身成为一座钢铁药材 一瞬间 城墙之外不永的森林者 惊现大量的秘密 似乎 那密林中 有什么强大的怪物 正在埋伏 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谁 在花红杀 换你无情的教科学 一起 嘿 成败生死不奖励 看上那个改刀才有戏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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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百合神 叩首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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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一个人做得了的 青年把刚才掏的笔指随手一谈 好巧不巧 正好砸在机械恐龙的脑壳头上 吼 吼 吼 抱歉 都说了抱歉了 别打了 喂 喂 真生气了 哼 唉 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好吧 这次算我错了 虽然有人说你爪子短吧 哈 他们还说你设计鸡肋 你爪子用着不方便 听这话 我当时就揍了他一顿 你的爪子不长 但是功能还是很丰富的 我就是要证明给那些人看 你的爪子绝非摆设 才让你挖河道搬石头 那些人只是不了解你的强大 青年义愤填膺的演讲后 哼 迪奥似乎陷入了沉思 突然 迪奥砍向一旁的石头 接着一跃而向 伸起自己的小短爪 用力地搬动石头 轰轰 迪奥终于举起了石块 虽然身体还在打颤 但是一旁的青年 也忍不住夸耀 哇 迪奥真厉害啊 心巨响 打断了这一幕 青年猛然回头 朝声音的来人望去 只见响声之处 一道钢铁城墙轰然拔地而起 看来太岁已经到了 比预计快了一天 迪奥 干嘛 一个腾月 迪奥在空中迅速转化为了匣子 与此同时 从身体里迸发出大量蒸汽 从身体里迸发出大量蒸汽 战斗模式 东南方 十公里 要在那里将他们拦住 走吧 迪奥 迅剑模式 伴随迅剑模式的气候 迪奥的能量核心 飞速旋转 迪奥体内开始高速运转 迪奥 走 让朱雀场的人见识我们的厉害 呀呼 青年一声令下 迪奥 腾得向目的地狂奔而去 而在另一边 原始密灵中的怪物们 也在跃跃欲试 等待着一场杀戮狂欢的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